早上這個時間 就是我現在有把那個 上市的那個 壓縮的腳本 的這邊 就是 改成 上市老實說要算平均的 但是算出來的硬力好像有點怪怪 就是 轉一下 就是噼粒粒這邊 就是好像他一直就是會有點怪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平均的那個 步數不太夠 他應該 怪怪的 確定你的舊答案是刪掉的嗎 對對對,因為我寫一個RM-RF 就是我每次都會把這個刪掉 不然我現在這個RUN應該很快 可是現在好像沒有Class OK好,沒關係 你有寫的話會把這個刪掉 就 因為我RUN之前學上他也是有一個腳本是有 用這個APP 可是我算出來好像 就是都會有問題 就是只要用這個 就是都會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就硬力 PDD算出來 100 100,然後 然後上面 也是,也撐起來100嗎 對啊 那是哪裡有問題 RUN100 對啊 對,總常是100嗎 所以你就是從一開始RUN就開始統計了 對啊 對啊 每10步統計一次,但是統計10個 對 對,那撐起來100 這樣沒問題啊 對,那我看之前拉伸的腳本也是有這個 然後它是周期的 但RUN出來的PDD就是正常 可是我用這個非周期的好像就是會有問題 就 哪裡有問題 這裡也是拿錯了就是 呃 你自己也是求歪歪喔 嗯 一開始 VILLE A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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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可能是在有一個NO的HAYRON 好像有 我好像沒有丟學 用GRIP一下就知道了 GRIP WHITE IN 你要先資料秀出來才能碰到那個GRIP裡面 GRIP 打錯 打錯前面就沒有資料 excuse me 好像沒有 或者是sqv uv-u啊 打開門名稱好像也是吧 有有有 這個嗎 這個 有丟出去 看 對 他有在sqv uv-u 對 然後 好像就正常了 這樣好像就正常了 那這樣應該是正常 OK 但你PG時間太短了嗎 剛剛看 就 就 這邊可能要再 這樣好 你剛剛在打錯了啊 對對對 這個應該是這個問題 對啊 你剛剛出來的DZ其實就是YY而已啊 因為我有試學長之前他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怪怪的 他是用SSS 那我就是FF 但現在 那這個就是大概2000 2000的配置 我還以為你是說你是用FFF啊 對對對 我現在是FF 那奧克的8人應該不會變嘛 是不是 所以我剛剛看 這是SSS 喔這是 這是 這是SSS 所以會變一點 欸 別用FFF 對對對 應該 我等一下再改一下 嗯 那如果就是確定可以我再唱給老師一次喔 這個角色 應該就是前面還要再多一個那個NVT的品牌 應該就OK 就是 再壓縮一點 這個新版本出來的MEA還要加一個C嗎 新版本的 好像都還要 我現在 我現在 對 新版本來的還要 對 新版本來的還要 對 那 就大概這樣 好 OK 那我就說一下Cave 然後那個 那個 就是這個 導 就是老師這個金屬中心這個是 我已經 改完 那我就直接上給平老師 還是先給老師 再 因為我等一下應該還要再檢查一次 根據本團隊 你這改過嗎 對我這改過 然後 就 不是啦 本團 本團隊 之前 什麼 之前做的KSS 好 本團隊 以前的 過往的研究 對 過往 就是以前的研究 我想一個比較 之前的研究 想要模擬這個配方的高昌合金 所以有下面嘛對不對 所以不是本計畫 欸 本計畫不是要找這個 對 然後就是 骰黑線的那個 然後 這裡要看的 這裡要看的黑物就是 它 它 就是模擬這個高昌核心它的壓縮 然後 它 這個是 這個剛剛好像本身是FCC的 然後 它把它引入一些 HCP的項 就是 討論 HCP項 就是 壓頭是 HCP 或是FCC 它的 力學性 對 就是像類似這樣 然後 然後 就 它把HCP的項提高 然後 跟FCC 原本就只有FCC的去比較它的 就是強度這樣 對 對 對 然後 它是用那個MEM的視野 然後 它 它的XY軸保持周期性邊界 然後 它的壓縮軸是 自由邊界 然後 它用 300K去做平衡 然後 然後 尺寸大小 它是用 它是用Intent 的方式去壓縮 所以 我們也是 也是用Intent 我們不是用Intent 因為 Intent Intent 也有MOS的形式嗎 如果用Intent的話 好像就是要用Ragent 去 去射那個 每一個區 對 它超過它的邊界它就會往下壓嗎 對 它會直接把那個 把我們的那個材料 直接 整個 就是移動 那個我們用FixBall是不是 我後來是用FixBall 我後來是用FixBall 對 然後它的原池大概是 50萬顆 然後就是 這邊就是先 這邊這個Alpha就是 它的HCP的量 然後 它有發現就是 HCP 的 Fraction大概在 0.83的時候 它的強度是最強的 對 然後如果就是 如果只有單項 就是比如說 HCP等於0的時候 FCC等於100 跟 HCP等於100 然後FCC等於0的時候 它的 強度是最弱的 對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 它這個 然後它發現就是 大概就是HCP 就是HCP 有HCP跟FCC的項 的時候 就是它的強度會是 它的Dislocation會是最多的 然後 然後 它怎麼分出來的 它怎麼分出來的 要懷疑你幫我 幫我寫的那個 就有分這些嗎 就是 E-ray的那個 對的 有 就是 它這個就是 Sharkly 就是FCC 主要FCC 會存在這個 那 如果只有HCP 就會比較偏向 Hz 跟Stereo 所以 用Orbit 這是不是用Orbit 做出來的嗎 嗯 對 用Orbit 對 它是統計它的 那個 插牌長度 就是 下面這個 這個X軸 就是它的插牌長度 就是越來越多這樣 欸 不用 所以Orbit 在分析這個 X軸跟Density的之後 它會把不同的 Type 混出來 會 因為它是用那個 它是用那個方向去分的 它是用這個方向去分的 它是用這個方向去分的 然後 然後 我記得好像 110 110就是Sharkly 110方向的就是Sharkly 110方向的就是Sharkly 這可能要再查一下 對 所以這個就可以分出來了 對 這個就可以分了 那 不同的 這個 形式的Distocation 對機械性質的影響 也不太一樣 對 它有說到就是 這個Hurst跟Stair Road 它是 故作插牌 就是它 其實不太會移動 所以 它就是 它這兩種插牌的機制是 可以提高踩到強度的 然後這個Sharkly 是 減弱 它會一直滑動 很容易滑移 然後增加速性的那種 然後 這個是可以提高速性的 然後 前面A跟C是 可以提高強度 OK 對 然後就是發現就是 這個 16.7%的 它的就是 在 在這三個都 表現得蠻 多的 就是 差別密度都蠻多 所以 機械性質可能是 16.7%這個 會比較好 對不對 對 對 這裡就是 它們的 硬度 那 像 α等於0跟α等於100 它們的 硬度就是 最小 因為 它們就是 只有單向 對 就是可能雙向的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 它們的CNA的圖 那 就是 如果這邊 HCP等於0就是 FCC 那它會 它們在30A的 深度的 那個 CNA 然後 如果是 FCC的話 它就會比較 容易形成 Stake-In-Flow的狀況 那如果 像這種 HCP的 它會形成 軟晶 Tree Foundary之類的 那 那 這個就是它的 側面的圖 那 FCC 它就是會 形成Stake-In-Flow 那 這個HCP的話 它會 就是會再結晶 然後它再結晶之後 就是會 還會再形成 FCC 像這邊就有少量的 FCC 速寫 從這邊看會比較清楚 就是 如果它是HCP的 那它這邊就是會 慢慢的再結晶 然後 讓這個FCC 就是一直在擴展這樣 就是FCC 像會一直出現 那結論大概就是 它說這個雙向的 H1A會比單向的還要更好的 有更好的機械性 再來就要開那個 傳奇 傳奇先等萬事報告完 我們在 好